過季我想把價格更改一下 改成這個490好了 你再按個更新 馬上在 網路上面的價格就改了 所以後台的管理你可以有後台管理的帳號密碼 這個後面我們在講 就是你可以登錄的時候有個後台可以看到的畫面 跟前端看到的畫面是不一樣的 OK 如果說你這一筆資料這本書已經賣完了 已經不再賣了你可以把這筆資料刪除 比如說這筆資料刪除 OK 刪除 這個有問題 存量 這個我們再來看 刪除有問題 編輯沒問題刪除有問題 可以再看一下好了 請各位練習一下就說先把這個我剛剛講的這部分 先確先改一下那個資料庫部分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又可以了我剛剛把他再設定一下 重新再跑一下應該就可以就是 主要我是設定 我想跟這地方有沒有關係下一步進階這地方 我後來要把這個打勾 就就沒有問題 這個 打勾之後就OK了 打勾之後呢 把它save之後 再來做刪除 這個時候刪除就很順利 但是也不能一直刪 刪就沒有了 所以你可能刪 之前要看有沒有原來的 資料在 所以不然的話一直刪 刪完就沒有了OK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 應該是沒有問題 應該是沒有 而且你會發現呢 我們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寫任何一行程式 可是就可以達到這種存取資料庫的目的 只是說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就說在 這一個我先把它停止掉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 按右鍵 不過你們要慢慢習慣 習慣這個 他的資料庫部分 那這邊有個開啟資料庫定義 那理論上呢 按右鍵這邊把它改完之後 然後我這邊save是OK 可是有的時候你會發現 跳出來他會有什麼 一個警告訊息 比如說把這個已經除掉 save 現在就沒有了 那 特別是如果跳出來的話 你要看一下 他會跟你講說 他那個避免你資料庫 改寫的時候 他有警告訊息 所以他會把某個功能把它關掉 關閉 在哪裡的工具選項裡面 選項裡面呢 他有跟我們講是在那個 資料庫工具 不過很多同學一頭霧水 奇怪進到裡面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特別注意 下面還有什麼 顯示所有的設定 因為很多